里巴能南部边境村庄麦萨阿甲巴遭大规模袭击 透过这段画面可以看见多点同时发生爆炸 农烟瞬间吞没房屋 乙军这次攻击瞄准80个真主党聚店 当地官员则表示从去年以来 以色列已摧毁上百栋建筑 自9月乙军派遣地面部队进入里巴能南部 类似的景象也在麦比布及奥黛塞等边境村庄上演 爆炸的强大威力甚至一度触发地震警暴 以色列军方表示针对边境设施发动攻击 称要的真主党考让居民得以重返以色列北部 而在新一波行动中 乙军宣布再找到一处真主党地下藏身处 当中藏有大量物资与军火 还包括反正车飞弹地对空飞弹与发射器等 而为了彻底铲除真主党藏身地点 乙军除了动手拆除 甚至叫来混泥土搅拌车 直接灌浆把地道封死 炫号下达远方传来爆炸声 乙军在加萨的扫荡行动也仍旧同步进行中 持续展开多线作战 不过近日伊朗中扬言正在准备报复行动 不仅抢要动用威力更强大的弹头 还包括前两次行动没用上的武器 目标是以色列军事据点 一名伊朗官员更透露 这次回击将猛烈又复杂 且军方会直接参与行动 同时哈马斯则拒绝埃及提议短暂停火 好让双方交换释放人质 原因是里面为纳入长期停火的保证 但这也遭以色列回绝 双方在开罗的协商再度告吹 不过有斡旋代表透露 以哈双方正密切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好决定下一步如何应应 继续信仰传理报道